在最近我们读了圣经 我们已经进到撒末尔记了 在撒末尔记的前面有两个 一个是诗诗记 一个是短篇的路德记 在这两篇的记载当中 让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有一段的时间 似乎就是没有神没有王的时代 世事的时代 是许多的世事在作王掌权的时代 在这些世事的掌权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历史的记载 是片段片段的 是一段一段的 是区域性的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的记载 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很奇怪 很纳闷 为什么神带领了以色进到迦南地之后 却让他们经历到这样子的一种 破碎混乱的生活 为什么没有让他们立刻就得那地为业 这也是提醒我们 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当中 我们的信仰当中 不是说你一信了之后 你就走到了一片光明 然后你的人生就变成一片的坦途 然后你要到那里去 好像都没有问题了 不是的 在我们的人生的 特别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有患难 有挫折 有危险 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常常需要更大的信心来激励我们 需要更大的信心来相信 我们所追随的这位神 他才是真正那位掌权者 在世事的时代 因为所有的世事都各自为政 所以很容易给人家一种印象 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做世事 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王 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当中 虽然外面有很多的敌人的压力 攻击 可是在里面 以色列人当中 其实也是四分五裂的 也是四分五裂的 就好像我们在 在我们这个春秋战国时代一样 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的过程 都是支离破碎的 今天我们在台湾 好像也是有这样子支离破碎的感觉 有这种支离破碎的感觉 好像大家的关系 在某一些事件上面 是那么强烈的对立 是那样强烈的会冲突 所以让人很难理解 前一阵子 BBC 英国广播公司 有一篇报道就讲到 台湾这次的社会运动 所造成的现象 说原本可以和平相处的 一个非常友善的社会 现在变成 大家都用一种不堪入耳的 那种言辞互相辱骂 只是因为立场不同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子 政治本来就是先有立场 再讲是非的 所以我们先决定自己的立场 然后我们再决定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我决定的立场 当然我的立场就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会反对别人 就会用很严厉的态度来面对别人 那自己做的就是对的 对方做的就是错的 这个是难免的 因为在政治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政治本来就是党同伐异 就是我们合的人在一起 就攻击那些跟我们不合的人 那当然在民族的时代 政治的运作也是一种常态 我们盼望这个时间能够很快都过去 因为这个都是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必须经过的那些片段 就像世事时代 也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发展当中 必须经过的片段 而且我们发觉世事时代 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最黑暗的时刻 他们还有更黑暗的时刻 还有更凄惨的时刻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落入以色列人 曾经走过的那条路 所以要以他们为我们的见解 要引他为我们的因见 在整个的旧约的圣经的历史里面 摩西的五经 是告诉我们原因 历史书是告诉我们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遵守那个重要的源头 后面的这些结果就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必须要把所读到的 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 世事时代没有王 但是没有王之先 已经没有了神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凭自己的意思来行 凭自己的意思来行 所以这段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讲 是非常痛苦的时间 可是他们却在开始的时候 他们确实觉得 那是他们很兴奋的一个时刻 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做主 自己掌权 自己决定要什么不要什么 律法他们可以不再去 不再去把那个律法带在身边 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 你要把律法带在身边 是个困难的事情 不像我们现在 一本圣经 最大的一本圣经 大概也是一公斤多 你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还可以忍受 在那个时代 如果你要把 刻在石板上的 那个圣经带走 很困难 对不对 小小的一块石板 可能就超过你所能附和的重量 写在羊皮卷上的 保存是困难 它的体积也是一个难题 你必须要怎么样去运送它 可能你要带一卷书出去 可能你要带一卷书 跟着你走的话 你可能需要一个车子 把那个书卷放在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实在是 在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 神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带着走 甚至网路上 我看到很多人 我也是 我们现在都用网路可以看了 我们拿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 就可以看圣经了 就可以读圣经了 实在是再方便没有的时代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我们却对神的话 需要那么的薄弱呢 我们的胃口是那么的差呢 我们对神的话的胃口 是那么的差呢 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 其实对神的需要 没有那么的强烈 当这样子的需要 渐渐淡薄之后 我们就觉得 有神没神有差吗 最后当我们真正碰到 大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神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 有神没有神 没有差 所以渐渐的 我们就不再需要神了 所以四世时代 的开始是这样子的 他们已经进到了应许之地 一切神都把他们预备好了 渐渐的就觉得说 好像不需要神啊 这个神是在旷野的神 到了迦南地之后 我们不需要 不再需要这个神了 也许这个 在旷野的神 到了迦南地之后 搞不好水土不服 说不定也失效了 我们不如把当地的神 拿来拜一拜 因为这些神是在地 有没有 在地嘛 对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 我们一定要去 去拜一个脚头啊 我们要把那个在地的人 我们要 要尊敬他们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过 平安顺利稳妥的生活嘛 所以以色列人可能就是这样子 渐渐的忘记了那位 带领他们出埃及 经过旷野的神 他们转而去拜 在迦南地的这些神 但是 因为拜迦南的神 就脱离了耶和华神的保护 所以我们的神是守约 施慈爱的神 在约的当中 他会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 但是我们离开那个约 我们就失去了他的保护 所以以色列人就在 这段时间保藏苦果 外面的仇敌 不断地来攻击他们 但是每当他们受苦的时候 他们就呼求神 神又差遣 逝世来帮助他们 所以原来 逝世是救他们脱离患难的那一位 所以逝世 也是预表 这位救我们患难 救我们脱离患难的基督 所以耶稣也是我们的逝世 也是我们的领袖 所以在没有王的时代 先没有神 在没有神的时代 我们就脱离了神的保护 但是我们总是要记得 这段时间 也许就是我们人生的历练 你必须要走过 不能停留在哪里 所以我们不能够 永远停留在四世纪 希望你们不但要出埃及 经过旷野 还要走过世事的 这个混乱的时间 进到真正神掌权的时代 没有王的时代 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 没有王就会带来混乱 我们今天在台湾 就是很怕 很怕我们的社会 失去的秩序 所以我们都盼望 所有的社会运动 或者是不要脱离 各样的活动不要脱离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警察能够 运用公权力来执法 可是很奇怪 一方面希望他运用 公权力来执法 但是每次他来管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他讲 你管太多了 所以这个是很难做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渐渐的能够找到 一个合适的处理事情的方法 当然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过程 在过程的当中 我们需要来学习更多的宽容 更多的忍耐 更多的心中的 寻求心理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明白 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世界上 越来越混乱的这个世代 《世事记》里面给我们一些提醒 这个混乱的世代 包括两方面的混乱 第一个混乱就是 宗教上面的混乱 在《世事记》第一章到第十六章 介绍了十二位世事 从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 讲两个事件 这两个事件很特别 这两个事件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 为什么会记在那边呢 一定有它特别的意义 因为这两个事件 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 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 因为没有王 所以就会产生混乱 这个生活的模式出现了 就会引发一连串的恶果 第一个就是宗教的混乱 《世事记》十七章到第十八章 如果你有圣经 你可以回去看一看 你可以仔细看一看 这边讲到了一个人叫做米家 他偷了他妈妈的钱 后来良心发现 又把钱还给他妈妈 告诉他妈妈说钱是我偷的 他妈妈说 好儿子你还了钱就好了 我再给你 所以妈妈又把钱又给了他 让他去自己去运用 米家这次原来是偷了 这次是妈妈给的 所以他就拿了钱 就去做了以弗德 以弗德就是以色列人 祭司穿的那个乌林 里面有乌林土民 就是把杯用的 去做抉择用的 所以当人原来求告的时候 要穿上以弗德 用以弗德的那个乌林和土民 去替那个人去寻求 耶和华的旨意的 他就做了一个乌林 他就做了一个以弗德 然后自己设了一个神堂 设了神堂之后又有一个祭司 他就找自己孩子里面的一个 让他去做祭司 我想他做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对上帝的认识 他做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 想要赎罪 因为曾经做过很多坏事 所以现在想利用宗教的力量 来替自己赎罪 替自己赎罪 而就他自己知识所知道的 他就设了一个神坛 做了一个以弗德 然后就请了自己的孩子来做祭司 他想这样子一切俱备 因为有神的殿 也有求问神的地方 又有服侍神的人 不是很完美吗 这个就是他的心中 他心中认为的完美的宗教 他希望借着这样子的宗教的仪式 这样子的一个地点 能够为自己赎罪 我没有想到他这样一做 生意不错 前一阵子我就听到有人跟我讲说 他说经济不好 不如去开神坛 开一个工 在家里就搭一个神坛 他说这个比较好 又不用扣税 太好了 人有的时候会想 宗教好像是一个牟利的工具 或者是一个让我们生活得到照顾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米家这样子想是对的 因为他做了之后 不错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地方很好 就来这边参拜 就来这边求问 可是总是有一点缺陷 因为总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半路出家的 所以对那个圣殿里面的很多的祭祀的仪式不是很了解 有一天有一个从伯利恒来的一个立位人 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在寻找可以居住的工作的地方 他是个立位人 立位人照道理讲 应该在圣殿里服侍 去在圣殿服侍 可是为什么他跑到外面来呢 原来以色列人没有神 所以那个宗教的仪式搞不好也没落了 所以很多的神职人员也失业了 所以要到处流浪 去寻找可以去安身立命的地方 他经过这边 米家一看 这个人看起来气宇非凡 必非常人 所以他就请他到家中住 结果一问之下 他是个立位人 太好了 所以他就说 不如我把你留下来 你就在我这边工作吧 我给你薪水 你就在那边工作 你就做这边的祭司 我就以你为我们的祭司 你做我们这一家的祭司 很好 所以他这样子想 事情也就这样成了 你看是不是神的旨意 神采遣一个立位人来到这边 然后让他能够为他 恢复他把这个所谓的圣殿里面的敬拜 能够恢复 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我们晓得如果你读圣经 你就晓得神不是这样子说的 因为立位人只能在神所拣选的地方 来服侍他 不是自己去找地方来服侍的 所以神拣选了他 让他在那个地方服侍 他找不到工作 他离开了 他应该在那边等候 他不能离开那个地方 不能因为生活不好 不能因为好像这个 人家没有尊重他 他就想要跑 不行的 他应该留在那个地方 继续做下去 因为那是神拣选 让他在那边服侍的地方 可是他今天来到这边 待遇变好了 生活变好了 过了没多久 有一群人 弹族的人从那边经过 他们是探子 先头部队 要去一个地方打探 希望在那个地方找到 可以居住的地方 经过了米家的神坛 他们就进去 一看到还有乙福德 那我们就来抽个签 先问一个神吧 所以一问 这个立位人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这次可以平平安乐去 平平安乐回来 没有问题 神保守你们 真的 他们去了又回来了 发觉那个地真的很好 而且那个地方的人 完全没有戒心 对外人没有戒心 所以他们想太好了 所以他们就回去 带着他们全族的人 经过米家的神坛 但是这一次 他们就把米家神坛 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他们就问这个少年的立位人说 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 还是做一族的祭司好 就是你今天是在一个小的教会服事好的 还是要到一个大的教会服事好 当然我们的想法 当然是大的教会好 你是在一个小的公司上班好 还是到IBM上班好 到Google上班好 当然是到Google 到IBM好 所以这个少年的祭司 马上就同意了 就跟着这些人走了 所以原来在米家的神坛 就搬到远方去 弹竹的 变成弹竹 这个弹支派的神坛 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 如果没有神 也就是说我们不把神的命令 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信仰的问题 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信仰就是那样 所以这些米家也好 这个少年的立位人也好 弹竹支派的人 里面的这些人 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他们是想说 我的需要才是中心 不是神的需要 刚刚讲 先有立场再决定是非 就是先自己决定好了 再来就自己的决定来判断是非 可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是神告诉我们 什么是对错是非 要我们选择对 选择对 选择是去遵行 所以这是信仰 跟所谓的政治最大的差别 所以搞政治的人一定要有信仰 没有信仰是不能做政治的 你就会成为一个政客 那真正有信仰的人 你也必须要知道说 你所信的是什么 是谁 你不能信你自己 信你自己就会变成独裁者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楚楚的时代 虽然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但是在混乱的当中 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原因 我们就可以拨乱反正 所以宗教的混乱 也许也是我们现在会面临的一种挑战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应着我们自己的需要 来决定我们要相信什么 我们不相信什么 我们不是从神告诉我们的对错是非 去选择什么是真理去遵行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 没有王的时代所带来的混乱 也还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这是在第四十纪的十九到二十一章所说的 这边讲到也是一个故事 也是有一个立位人 前面讲到有一个立位人 这边的故事也有一个立位人 所以你看 所有的混乱跟宗教有关系 跟信仰有关系 跟神有关系 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 有一个立位人 他的妾因为不忠 逃回家去了 这个立位人就想办法 把这个太太再迎娶回来 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照道理讲 他就应该把这个太太修掉了 特别是他是一个妾 他应该把她修掉了 他为什么要把她叫回来呢 圣经里面有讲 他到了他的岳父的家之后 结果这个岳父就看到他就很高兴 就三番两次的留他 不要让他回去 这也是很奇怪 如果说他要他的女儿 赶快跟着丈夫回去的话 他不要留他才对 他就三番两次留他 要他不要回去 所以这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当终于必须要回去了 因为实在是拖太久了 所以这个立位人就跟他岳父讲说 不行了 我今天一定要走 这个岳父还从早上就留他 留到他到下午 太阳快要平息的时候才让他走 太阳要下山了才走 走没多远 天就可以了 所以就必须要住宿了 他经过了一个地方 一边是耶布斯 再往前面一点是叫基比亚 耶布斯是外邦人的城 基比亚是以色列人的城 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得那地为业 所以只有零星 就是一部分 他们只有得了一部分 没有全部 所以走到那个地方 他就想 我到底要在耶布斯 这个外邦人的城歇息呢 还是到基比亚 这个以色列人的城休息 当然 人不亲土亲啊 对不对 当然是要到基比亚 结果他就到基比亚去住了 可是进到城里面没有人接待他 如果你读圣经读很多遍的话 你就会发觉 这里面有很多的景象 好像在别的地方都有出现过 我们刚刚读的那些 看过的那些故事 好像在旁边都有 在别的经文里面 都有类似的情况有出现过 他到了基比亚 进到城里面 没有人接待他 没有人接待 他自己的 到了自己的地方 却没有人接待他 到了晚上 他准备在路上 在路上睡觉 结果有一个老人 不是该层的人 是别的地方的人 他住 继续在这里 从田里工作回来 看见了他们 觉得 不行在路上睡觉 他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因为后面你就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在路上 他就把他们带回家里去 晚上就有人来敲门 叫他们把那个 另一位男人交出来 因为他们要对他为所欲为 所以这个景况 我们看到这个景况 是不是很多类似的景象 两个天使 到了索多玛 他们所在索多玛里 神所碰到的事情 有没有 耶稣的父母亲 带着 耶稣的母亲 怀着身孕 到伯利恒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人接待他们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好多类似的景象 好像会重复出现的 当然 这个异乡人 不愿意 让这个男人 让这个男人 受到这样子的凌辱 后来就是让他的妾 把他的妾推出去 让他们 糟蹋他 结果 这个妾 第二天早上就死了 一位人就带着 他的妾的尸身 回到他的家乡 然后把他的妾 切成十二块 然后传送到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要以色列人去看看说 在我们的以色列人当中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基比亚人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非常的愤怒 他们就一起出来 要想要灭掉 基比亚这个城 当然后面 就是好多次的战争 终于最后 基比亚被灭掉了 可是他们把基比亚 屠城完了之后 才发觉说 这样子一做 以色列就少了一个支派 因为他把里面的人 都杀光了 那不是就少了一个支派了吗 所以后面就 又产生了 其他很多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有人说 读了这些故事 曾经有人问过我说 圣经嘛 应该讲好事 为什么圣经里 讲了这种 不堪的事情 这个叫圣经吗 这叫圣经吗 我们都是 隐恶扬善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恶 讲那么多呢 你们基督徒 喜欢宣扬自己的恶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 我们当然是希望 宣扬我们的善 可是圣经为什么 从来不隐瞒 人 所犯的罪呢 这就是圣经之所以 这就是圣经之所以值得信任的原因 为什么圣经值得信任呢 就是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把 假的 没有把不好的事情隐藏起来 不让我们知道 圣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让我们作为见解 这些不堪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亡 因为没有亡 宗教混乱 因为没有亡 社会混乱 在这个混乱的社会当中 我们发觉 关系破碎不全 立位人跟他妾的关系 立位人跟他岳父的关系 基比亚人跟这个立位人的关系 还有以色列人跟基比亚人的关系 全部都破碎 所以只有用互相攻伐来解决问题 用互相攻打来解决问题 在这个社会里面缺乏宽容 缺乏接纳 缺乏耐心 所有的事情都要马上决定 所有的事情都要 立刻要照我的话去做 所以这个社会缺乏互信 也没有办法停止互相攻击 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 不是很像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知道如果没有神 问题就是这样子 还会继续的恶化 而且更惨的就是 不断的用错误的方式 去解决你所犯的错 所以以色列人 用把基比亚人灭掉 去解决基比亚人 对这个立位人的妾 所犯的恶行 所以他们把他灭掉了 灭掉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少了一个支派 所以他们又把那些 流散逃到四方的人 又把他招聚回来说 我们还是要善待你们 但是对不起 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 富人孩子给你们 所以你们要到别的地方去抢 所以他们又到外面去抢 别的女人去延续他们的后代 你看一个错带来一个错 一个错没有好好的解决 就有另外的错误又继续的发生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 混乱的宗教 混乱的社会 所带来的恶果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要承担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承担 这个社会所给我们的一切 但是除了承担之外 我们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出路 我们就说要以神为王 恢复一切 我们一起来把这八个字念一遍好不好 以神为王 恢复一切 下面我们要先念一段经文 第一个 恢复神的主权 恢复主权在神 不是主权在人 不是主权在民 不是主权在谁 不是 是主权在谁 神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万民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圣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万民扶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扶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第一个 神做王掌权 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子民 神掌权 我们才会得益处 所以你要先尊他为大 先以他为王 以他为神 在这边说 因为他是大君王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所以他不只是一国一帮的王 他是万国万帮的王 万民都要扶在他的脚下 也扶在我们的脚下 又叫列邦 也扶在他的脚下 也是扶在我们的脚下 所以权柄是谁的 神的 前一阵子 正在非常的混乱的状态之下的时候 很多人很不安 但是如果你知道掌权者是神 你就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 大不了基督再来 对不对 如果基督再来 我们也就得救了 只是说在那混乱的当中 我们会想想说 这个要闹到什么时候 这个要拖到什么时候 不只是社会运动 我想我们自己身上也会 我们的家庭都会经历类似的问题 很多的事情一直不能解决 一直拖在那个地方 悬在那个地方 在这个时刻 你要记得 掌权的是神 所以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下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也说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是因为有天上地下的权柄在神的手中 所以今天我们是拿着神的权柄 是带着神的权柄 走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可以为这些人祷告 为这些事件祷告 后面我们会讲 第二个 神为我们选择产业 地是神为我们分的 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 觊觎别人的产业 我们只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产业 来好好的去治理 去持守 这就对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持守 怎么样来保守 因为神他拥有主权 产业也是他的 政权也是他的 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 有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管谁掌权 我们都有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掌权的是神 这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有人会说 这是精神胜利法 反正你把自己想得更高一点 你就不会受这个东西的控制了 某一些形态来讲 类似 但是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是因为神 如果他是神 他是执政掌权的神 他就在一切的事情上 拥有那个权利 我们可以相信 他不会误事 他不会让事情搞砸 第二个 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先学会顺服 并运用权柄 权柄是神所赐的 我们一起来念 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 来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 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管行善 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抗拒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渊的 刑罚那作恶的 每次读到这个经文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是被管的 所以读这个 应该是有一种 心里酸酸的感觉 心里不服的感觉 因为为什么是我被管 为什么我要顺服他呢 其实这边你看到 他是两面的 一面告诉我们说 你要顺服权柄 一面是提醒有权柄的人 他是神的用人 他是神的用人 所以这段经文 不是只有写给被管的人说的 也是写给那些有权柄的人说的 他是神的用人 他愿不愿承认 他愿意承认这个权柄 他才能够正确的使用 而且他做事情是与人有益的 有没有 倒数第三行 他说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表面上看 还是对我们讲的 事实上也是对那个有权柄的人讲的 当你拥有权柄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权柄是 要做与人有益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作恶 当然神 这个有权柄的人会惩罚我们 但是如果那个有权柄的人 他不能够善用他的权柄 他也会受到挑战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 我们要明白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不管是谁 都服在一种权柄之下 没有人可以说 他不服任何的管束 每一个人都要受一个管束之下 有的政治人物在外面 刺诈风云回到家里 要听老婆的 有的要回去听孩子的 你会觉得说奇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搞不好做决策的是 是他不是这个外面的人 所以外面看到的刺诈风云的 搞不好他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他后面还有其他的动力 在堆促他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没有一个人 不服在权柄之下 所以我们要认清权柄 学会顺服 当我们自己有权柄的时候 我们也要晓得 这个权柄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好好的运用 使众人得到益处 第三个 必须要为你的国家祷告 为你所周遭的一切的事情 你要为他来代祷 这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参加祷告会 参加早上的晨岛 为什么 因为在当中 我们有祷告的祭献给神 让神悦纳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地上平安的度日 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停泊在前书二章一到三节 来 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前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悦纳 什么是可蒙悦纳呢 就是为万人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是为他们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做的 这些事情是神所悦纳的 我们常常说 我不知道神所喜欢的是什么 这边讲得很清楚 神悦纳的就是这个 有没有为他们代祷 代求 还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批评论断 还是我们讲到的就是 想到那些不好的事情 想到自己的害怕 自己的恐惧 自己的不安 当你有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心里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动力 激起你为他们恳求 祷告 代求祝谢的心 不只是为执政掌权的 他这边讲的是为万人 刚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有为这个社会不安的人心来祷告 为什么会这么不安 里面就是没有上帝在心中 如果我们的心里没有神 我们不会那样不安 所以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 求主开他们的心 让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 从神而来的平安 最后 要记得 要彰显神的公义 不是以暴制暴 以恶制恶 乃是以善胜恶 罗马书十二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来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所以 不是用错误的方式 去解决那个错误 对方已经犯错了 我们又用这个错误 想要去解决 就是错上加错 谁能够停止 用错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谁就是有智慧的人 而神也会赐福给他 这边保罗提醒 那些受罗马人欺压的弟兄 受教会逼迫的弟兄说 你们不要自己伸冤 如果有神 神会为你伸冤 因为你的仇敌 也是这样子看的 他为什么要欺负你 就是欺负你是没有神的 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回应他 就刚好证明他们是对的 因为没有神 所以我们只要靠自己 可是所有的基督徒 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 他们都知道 不要靠自己 你要听凭主怒 让神来处理 让神来介入 所以表面上看 我们是吃亏的 我们是退让的 表面上看 我们是有损失的 但是神会替我们伸冤 因为公义的主 他不会做事 他的公义被人践踏 最后他一定会出手 当他出手的时候 事情就会立刻解决 所以不要以恶报恶 也不要被恶所胜 反倒要以善生恶 把这句话记在你的心中 常常记在你的心中 真的不要抱怨 不要用恶来治他 神会替你伸冤 最后 虽然在那个黑暗的时代 这总结就是 没有王也没有神 因为四十世纪的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就说 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这个是个结论 当然这个是为日后的撒木尔记 要立王这件事情铺路 但是这句话里面 也铺路了一个现实 就是没有王的时代 没有神的时代 就是这样子的悲惨 可能我们活不到 看到有王出现 我们就已经灭亡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要让我们恢复心中对神的信念 因为在那个绝对黑暗的时代 看似绝对黑暗的时代里面 其实还是有明灯照耀 还是有明灯照耀 也就是四十世纪后面的那一卷书 叫做《路德记》 《路德记》只有四章 讲的是一个磨牙女子 因着对神的信心 后来成为大卫的真祖母的故事 所以看到了吗 在最黑暗的时代里面 却仍然有一些小人物 不起眼的人物 他们对神有信心 而这个信心救了他 也让他成为 那个君王家族 谱系当中的一员 所以不要看自己的出身低 也不要看自己的才干少 也不要觉得说 自己在这个地方 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唯不足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抬举人的 不是我们自己 乃是神 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 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也许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最起码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这就是路德记给我们的教导 在路德记里面 你有提到上帝 没有提到上帝的作为 可是只有提到他们的信心 因为在那个年代 神的话语稀少 没有漠视 但是人的信心 仍然把这些人 带回神的面前来 所以这是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就是在黑暗当中 在绝望当中 在混乱当中 属于神的儿女们 你要越发奋力地去抓住神 要奋力地抓住神 在圣经里常常会出现 你要奋力抓住 那个奋力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跳出去 用你全身的力量 你有没有跳过火车 火车在开了 你要跳上去 你要奋力 奋力就是不顾自己 把自己全部的摆上 全部的交托出去 完全的交托给他 神就要在黑暗当中 做我们的光 感谢您的声色